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次金融建博的相关视频 今天向大家介绍如何通过Google Sheets或Excel 获取股票的价格历史信息 然后在获取市场价格信息的基础上 计算资产的相关影迹指标 那么主要包括资产的历史收益率和预期收益率 并在收益率的基础上计算资产波动率 及分析和标准差 最后我们延伸到两个资产之间 计算资产之间的相关系数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通过Google Sheets或者股票价格处理 在日常的工作中 我现在个人越来越喜欢使用Google Sheets 而不是Excel 一方面主要是Google Sheets 只要通过浏览器就可以打开 不需要开启其他的应用程序 对电脑的资源占用比较少 然后也方便我们管理 其次Google Sheets可以对接很多Google的一些数据服务 那么有很多使用方面的便利 比如在这个案例中 我们就可以通过Google Finance这个公式 比较方便的获取股票或者汇率等金融市场数据 方便我们进行计算 Google Finance这个公式的话 需要输入如下的五个参数 首先是Ticker 也就是资产的一个名称 那么在很多股票市场 我们会有一些缩写去反馈资产的一个名称 比如苹果就是用AAPL 谷歌就是用GOG来代表 其次是Attributes 那就是我们通过Google Finance 需要返传的一个数据内容 那么有很多种 如果具体看支持文章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有Price OperPrice High Low Volume 等各种各样的信息 那么我们今天的案例中 我们需要反馈得到一个收盘价 也就是一个Close 其次最后一堂 其次Start Date and Entity 就是我们需要反馈数据的一个期时和到期日 以及最后一个Interval 也就是反馈数据的一个频率 根据文档的话 我们可以反馈得到 以日为间隔的一个数据 或者以周围间隔的一个数据 那我们来实际展示一下 那比如说我要得到一个 苹果的一个股票的一个每日收盘价 其实从1月1号到7月5号的话 我们就可以能语Google Finance 然后Ticker的话就选择我们之前的一个Apple Attributes就是Close 然后同样的我们的Start Date是2021年的1月1号 End Date就是2021年的12月5号 我们的间隔Interval是改成Daily 然后我们回车 然后需要Loading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Google就自动的通过它的数据处理 给我们反馈了Apple 从今年的1月4号到12月3号 因为12月4号12月5号是双收日 所以没有一个收盘的价格 反馈到12月3号的一个收盘价格 非常的自动 那么我们也可以随便去改动它的一个参数 比如我们可以设置1月10号 它这里就会自动刷新到1月10号的一个价格 我们返回一下 其次我们可以修改这里的Attribute 比如说我们之前选择的是一个Close的话 那么是收盘价 那么你可以选择它的一个开盘价 只要这里选Open的话 你看这里的数据就会自动更新 然后反馈了一个开盘价的一个信息 然后我们这里也回到收盘价 那么同样我们这里也想得到一个Google的信息 其实就是一样的 打一下一样的一个故事 然后接下来选Google 然后Attribute是Close Start Date是1月1号 End Date是12月5号 返回的一个见鬼的话选Daily 然后5号 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了一个Apple Google 从今年1月1号到12月15号 每日的一个收盘价格的信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果通过Excel 获取的股票价格数据 而Google Sheet里面类似 在Excel中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叫做 Stock History这样的一个公式 去返回我们资产的一个历史价格数据 那么这里面的公式也需要我们输入对应的一些参数 Stock的话就跟Google Sheet里面 Ticker这个参数是一样的 主要就是资产的一个缩写名称 Start Date End Date跟Google Finance的参数是完全一致的 Interval的话Excel多了一个选项 就是可以除了Daily和Weekly之外 还可以选择Monthly的一个参数 其次Excel可以让我们选择是否体现header 也就是标题的一个数据信息 我们可以选择没有标题 有标题 甚至还可以多一个选项 就是除了标题之外 还可以显示资产的一个缩写名称 最后Property的话 比Google Finance要稍微少一点 但主要的信息也包括了 主要包括日期收盘价开盘价 最高价最低价成交量 这种相关的一个信息 我们这里展示一下实际的一个操作 比如说我们要获取苹果的一个股票价格 我们就选Stock 然后StockTicker的话 我们就选Apple 然后Start Date固定 End Date固定 这里是一个每日的一个报价的一个间隔 我们就选每天 然后是否选择header 我们首先选择没有header Property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首先日期是要的 其次我们还需要一个收盘价 我们先反馈这样两个信息 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XL自动去抓取了网络相关的数据 把一个苹果的一个从1月4号到12月3号的一个价格信息 都给我们返传过来 我们可以通过更改这里的相应参数 对返传的数据做一定的调整 就如刚才一样 我们可以把它的一个时间间隔改成以周围间隔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12月28号到1月4号 1月4号到1月11号 返传的一个间隔就是7天 当然我们这里选项还有一个月的一个返传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里面改成2的话 那么就越为达为返传了一个收盘价格 那么我们回到原始的一个信息 其次这里的head的话也给我们相应一个选项 可以让我们 我们现在目前是没有header 当然我们也可以显示head 只要把这里的参数改成1 那就有一个日期收盘价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列柄 这里还有个2的选项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还多了一个资产的缩写名称 那么我们把这个东西回到之前的一个零这个状态 如果是回到谷歌的话 其实我们把这里粘贴一下 然后把这里面的一个苹果的一个参数 选到Google里面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个谷歌的一个收盘价格 那这就是通过Excel获取资产收益价格的一个信息 接下来我们就来计算股票的历史及预期收益率 刚才我们已经通过Excel 导入了苹果及谷歌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每月收盘价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数据来计算 这个期间两只股票认均的一个收益情况 那么传统的我们计算收益率的情况的话 应该是使用当日的一个收盘价减去上日的一个收盘价 再除以上日的一个收盘价得到一个收益率 那么我们这个计算区块是1.23645 但在实际的工作当中我们更倾向于是使用一个连续收益率 去计算资产的一个收益率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自然对数收益率来进行计算 那么在Excel中我们需要出LN 它会给我们返回特定数值的一个自然对数 我们用今日的一个收盘价去除以上日的一个收盘价 然后返回的就是一个连续复利的一个收益率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将这个公式复制到这个数据类的底部 那么这样每天的一个连续复利的收益率就被计算出来 但是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方式不是特别好 如果大家用的Excel是2019或者365版本的话 那么现在Excel有一个特殊的功能 叫做自动溢出的一个功能或者叫做Spill 这个功能的话计算起来就会比较方便 那么具体操作的话其实之前也是用LINE这个公式来计算的 所不同的是我们输入的参数里面 我们第一个数据可以一键到底选中所有的数据 然后除以的话选中上一页的一个一列数据一键到底 然后我们这样除的话我们就会发现 这整个数据它就自动溢出一次性到底 虽然我们只输了一个公式 但是它会把整个页的数据都自动给填出满 这样的话在我们后续的过程中 这个建模会更加方便更加自动化 但是刚才的方法也有个不好的地方 比如说我把这里的一个时间输到1月20号 那我们就会发现这里的数据后面一列 就全部出现了一个错误 因为我们刚才指定的一个行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值 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错误 为了使这个数据模型更加自动化 以便以后我们调整这个start date和end date的时候 这个数据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那我们需要用exale里面其他的一些公式来进行辅助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主要用的公式是index和sequence 进行一个组合的一个方式 来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index这个公式的话 我们输入index 然后选中刚才一个公式的顶端 然后我们输入一个警号 就会发现这一个整个数据区域会被自动的选中 那我们如果选中第二行 然后选中第二列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数据index这个公式 就返回了这一个数据列里面第二行第二列的这个数据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行的信息改成大括号 然后二分号三 这个分号其实就是换行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这里要用第二行和第三行的一个数据 我们进回车 这时候我们就发现index自动递出了 那么这一个数据列里面第二 第二列里面第二行和第三行的一个数据 那么为了让这个公式能自动的选中 这里面从第二行到最后一行的数据 以及第一行到倒数第二行的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这里的一个公式里面的一个 这个部分也就是row这个部分 需要实现一定的自动化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公式叫做sequence 那我们打入sequence这个公式 其中第一行参数就是row这个参数 那么这就是我们公式里面的关键 首先我们可以打一个rowse这种公式 然后在里面选中我们刚才的一个输入公式的第一行 也就是f4这个 f5这个单元格 然后同样的我们选中警号 就发现这一个自动单元格被自动选中了 那么rowse这个公式会反映这一个整个的行数 整个行数 那么我们需要返回的数据 一般需要排除第一个是标题栏 其次还要减掉一行数据 是我们需要返回的数据 所以这里应该是rowse-2 然后列的话我们一般只返回一列数据 那就是1 然后开始数的话是 从这个 如果是我们第一列数据的话 应该是从第二行的数据开始返回 然后到最后一行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就应该是选择开始数 应该是选择3增量就是1 然后我们回车看一下 那么你看就是从3到12 13这个数据整个被选中了 那我们将这个公式复制到刚才的一个index公式里面 我们把这个2和3替换的 将这个等号给去除 我们这时候就发现我们这个数据131到132 正正好好选中这个数据 不多也不少 现在有了这个第一列的一个数据 也就是从第三行到最后一列的数据 我们还需要后面一点 也就是从第一行到倒数第二行的数据 那么同样是使用这个公式 我们先复制一下这个公式 也就是同样的先复制 我们这时候就需要从第二行开始到倒数第二行 我们只要把这里面一个3 参数3改成2 然后接下来我们进回车就发现 这个数据就自动返回了我们 从第一行的数据到倒数第二行的数据 这时候两行数据有了 那我们只要把这两行数据 带入到之前的一个loin这个公式里面 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公式实现一个自动 而不会产生一个逆出错误的一个效果 为了方便的话 我们这里还有个小技巧 需要把这个剪贴板打开 然后剪贴板里面会把我们历史上复制的一些信息 给保存这儿 那我们这里已经看到了 我们已经有了这一行的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还需要把这个公式给保存一下 全出4 然后这两行数据都有 那我们退出到这个公式里面 那么首先我们选中第一个参数 也就是上面一段数据 我们是从第三行开始 我们这里选择3 然后其次把这个等号给把这个等号给去除 那么后面一部分 就除号的后面一部分 分母部分 我们要选中这一部分 然后同样把等号给去除这回车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数据就不会再发生那种错误的一种溢出 那我们可以做个实验 就比如说我刚才是1月20号 那我把它改成12月5号 这个时候你看这个数据会自动的回车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interval 从刚才每日改成周 发现这个数据也会自动的满足这样一个条件 就非常的一个方便 我们把这个interval改回0 同样的我们可以把这里的数据删除掉 这个部分是刚才那个苹果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把这里的数据改成谷歌部分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谷歌的一个 每日的一个收益率情况 也被我们计算出来了 有了一个历史上每日的一个 连续复利的一个收益率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对历史的数据求一个期望 那就会得到我们的一个期望的一个收益率 那么因为这是一个自动溢出的公式 所以同样的加个警号键 它整个数据也都会被选中 然后我们去回车 就算出了一个期望的一个入均收益率 对吧 这是苹果的 同样是谷歌的 我们依照刚才的方法 选用这个单元格性警号 自动溢出 这个时候谷歌和苹果的一个每日的收益就会算出来 那有了每日的一个收益率 我们要算一个年化的收益率应该怎么算的 一般来说一年有250个工作日 那只要我们在每日的一个收益率上乘250 就会得到一个年化的一个收益率 同样把这个公式复制到这一行 那我们这时候就把苹果和谷歌公司 每日的一个收益率 希望收益率和一个希望的一个年化收益率给计算出来 下面我们就要计算股票的波动情况 也就是方差和标准差 在计算资产的波动率的时候 我们同样是借鉴了统计学里面的一些概念 我们一般市场上是用它的一个方差和标准差 来计算这个资产的一个波动率的 那么如果是计算方差的话 那我们会选择用Virus 那Excel给我们同样直接的一个公式 那在计算Virus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是Vair.p的话是计算总体的一个方差 而Vair.s的时候是计算样本的一个方差 其实在实操当中两个数据的差别不会特别大 那如果为了精确点的话 因为我们这里面的数据也是样本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用样本的 就是Vair.s来计算 同样选择刚才的一个初始h7 然后进行号可以选用全部的数据 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一个相应的结果 那这是Virus 但实际工作中我们更加用的是一个标准差的方式去计算 那么同样的Excel会给我们一个直接的公式 是stdev.s或者p来计算 那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实操当中更常用的是用一个样本去进行一个计算 那我们选择这个公式 然后同样的选择用所有的一个数据 这个时候就会计算给我们出一个标准差 那么这里是一个苹果的一个标准差 收益的一个标准差 那我们同样要计算一个谷歌的一个标准差 同样的选择这样一个数据 计算出一个结果 那有了日的一个波动力之后 我们还需要计算一个年化波动力 那么和刚才一个年化的一个收益率比一样 年化是直接成为250个工作日 那在计算波动力的时候 一般是要乘以一个倍数的根号 那就是要在日波动力的基础上乘以sq 就是平方根 250的一个平方根 去计算这样的一个波动力 我们计算出一个波动力是这样一个数据 那么可以把这个公式复制到这里 那就计算出了一个谷歌的一个年化的波动力 而波动力也经常是用一个百分别的 显示的 那我们可以把这里的一个数据调整一下 显示成一个百分别 那么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数据结果 也就是两个资产的一个波动力情况 一个是年化的 一个是日均的 接下来我们要展示 如何计算两只股票的相关系数 那有了对资产的一个收益率预期 以及波动力的一个计算之后 我们经常还会关心的就是 多种资产之间的一个相关性 也就是说在一个资产上涨的情况下 另一个资产是否上涨或者下跌 也就是他们呈现怎么样的一个 相互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时候我们会用一个线性的一个计算方法 也就是它的一个相关系数 进行一个求解 用相关系数来展现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经常用的 也是一个调里面长的一个公式 也就是Coreation Efficient 缩写是COREL 那我们打入这个公式以后 只要先将其中一组数据选中 然后再选中第二组数据 请回车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它自动算出了这两个 资产收益率之间的一个相关系数 是0.5287 那么也就表示 在A资产上涨的情况下 大概率另外一个资产也是上涨 那就很好地体现了两个资产 同向发展的一个关系 总结一下本节课讲的内容 首先向大家展示了 如何通过Google Sheet 会自要获取股票价格的历史信息 同时在获取价格历史信息的基础上 我们通过建模的方式 得到了股票的历史及预期收益率 股票的波动率 包括方差及标准差 最后向大家展示了 如何计算两只股票的一个相关系 它的一个相关系数 那么上述的这些收益率波动率 及相关系数 是现代资产组合管理的一个基石 那也是未来如何展示 这些资产组合管理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基础 如果喜欢这节课的话 请大家持续关注